好 带给你看在嘉义一名男子 他酒后骑车 载着八岁的女儿回家 却因为精神不集中 父女两个连人带车的摔落在水沟里 这个八岁的小女孩摔断了手臂 都顾不得疼 使劲地爬出比她身高还高的水沟 找人救出喝芒受伤的父亲 众人这才发现原来小妹妹也受到重伤 紧急将她送医 才八岁的小女童打进一九 勤务中心一直试图要告知 消防队员自己的位置 因为和父亲出门吃喜酒 回家时两个人却不慎掉入水沟里 父亲昏倒不省人事 只剩下小妹妹相当镇定的 和消防队员不断通话 我刚才打电话打回去没有人接 打电话回去没有人接 那妈妈的电话是几号 你可不可以给我 我不知道 当时两个人连人带车 掉进足足有150公分深的水沟里 小妹妹也才130公分 加上附近黑漆漆 根本不知道自己在哪里 消防队员靠着小妹妹提供的讯息 沿路找了20多分钟之后 才终于发现两个人的踪影 附近摔的右脸整片黑青 不过小女童的伤势也不轻 右手骨折 没想到却为了守护爸爸 忍着痛楚打电话求救 让家人和消防队员得知后 都佩服这个女童真的很勇敢 看起来